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大家好 我是林敏轩 大家好 我是张士堂 大家好 我是最喜欢听你们想心事的柏云哥哥 今天我们也来看看小主播为我们带来什么有趣好玩的 哇新玩 GO 是的 柏云哥哥 大家好 我是吴沛如 大家好 我是林可欣 可欣 你有收集东西的习惯吗 有啊 有啊 像是我很喜欢收集书本呢 或者是DVD啊 可是我最喜欢收集的东西就是有卖一种成套系列商品 嗯 很多人啊 都有收集东西的习惯哦 像是书啊 公仔娃娃或是唱片 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 像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人啊 他收集的东西一定很少人跟他一样哦 是什么啊 难道是一些很奇特的东西吗 嗯 他收集的东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会用到的 马桶盖 一起去看看他的收集吧 金属门缓缓打开 相信吗 这间貌不惊人的仓库其实是个迷你博物馆 这位热情的阿公就是博物馆的主人巴尼 巴尼阿公自称是马桶盖收藏艺术家 还有马桶之王 为什么他这么自信 因为 这么多马桶盖看起来真的很壮观 只是为什么要收藏马桶盖呢 96岁的巴尼阿公曾经是个水管师傅 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很容易得到马桶盖 不知不觉就收集起来 到后来朋友也会把多余的马桶盖转赠给他 除了收藏巴尼阿公还会自己设计做装饰 可能是画画 也可能是雕刻 每个马桶盖背后都藏有耐人寻味的故事 其中一个马桶盖贴有阿公与过世妻子的合照 显露出阿公对王妻的深深思念 如果我只能读我的经文 我会变成了很多时间 我会变成了我的洗礼物馆 我会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男人 这是我最终的最终的最终的 长达七十年的收藏室 吸引了许多访客慕名而来 有时候还要闲逾约才可以入内观看 也有出版商替阿公出书 把他的故事和作品都保存下来 阿公的马桶盖虽然不是无价之宝 但是专家估计 收藏价值也有好几万美元 过去曾经有预测厂商 想要收购这些作品 但都被阿公拒绝了 除了价钱阿公还希望 买家可以完整收藏这些马桶盖 他说他今年已经九十六岁了 身体越来越差 他希望有人可以激持他的心血 珍惜他的作品 把这个有趣的马桶盖王国 永续传承下去 世界上怕高的人真不少 像我爸爸就很怕高 但是现在你们有福了 因为VR技术的发达 透过虚拟实境的治疗 让患者戴上眼罩和感应手套 在虚拟的高楼上执行任务 让聚高症患者慢慢克服心理障碍 轻松效果很不错 站在高处往下看 对某些人来说是刺激 对某些人来说是痛苦 近年来世界隔离的玻璃桥 如雨后春笋般越盖越多 不过要能够气定神闲地 站在高处看风景 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眼前这位太太 连要爬个楼梯都会软脚 为了帮她克服居高症 英国牛津大学的专家 将最新的VR虚拟实境 结合心理治疗 让恐高的人不再害怕 这很可怕 但是心态度上 人们有这种想法 有些事情会发生 他们会掉下 或者建筑都崩溃 或者会掉下 我们在治疗中的治疗 是帮助人们学习 这不会在高峰上的高峰 利用VR技术 让患者模拟走高空吊桥 如果觉得太刺激 就一层一层地 循序渐进爬高往下看 你现在感到心态度了吗 你觉得安全吗 使用气球 气球往上飞 可以让虚拟的高度 跟深度感觉更加真实 这次实验 专家请来100名居高症的患者 来接受三小时的 VR临床治疗 这位巴拉德太太 原本连扶手都不敢摸 经过治疗之后 就可以抓着扶手往下看 专家说那些不敢从高处往下看 不敢走到高处的人 经过治疗 几乎都能克服对高的恐惧 这位特雷西伯伯也是严重的 聚高症患者 只要从高处往下看 他就受不了 而在戴上眼罩和手套 经过VR治疗后 现在的他可以轻松 靠着栏杆往下看 不像过去那样紧张 而治疗方式除了走掉桥 也会因人而异 有人是要拯救困在树上的猫咪 有人是要摘下树上的苹果 在克服居高症之后 专家还想更进一步 帮助其他患者 VR虚拟实境是当前最夯的科技 当他结合医疗 可以助人打败心魔 好处多多 以后不管站多高 都不会皮皮刺了 大家或多或少 都有搭过计程车的经验 佩如 你对计程车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计程车司机 真的很厉害 他的头脑就像GPS一样 带着乘客往返大街小巷 那每次我们一上车的时候 告诉他我要去哪里哪里 他就马上说 好 交叉我们 就出发了 在很多没有大众运输工具的地方 有计程车真的很方便 而且也有很多司机 跟乘客的故事 也非常温暖人心 怎么说呢 在意大利弗洛伦斯 有一位计程车司机非常有名 这位司机阿姨 每天都会打扮成 故事中神仙教母的模样 载着病童往返医院 希望藉由自己的鼓舞 可以让病童对抗病魔 一起正向面对人生 欢欢绿绿的计程车 欢欢驶过意大利街头 车子的主人 是弗洛伦斯的名人 卡特丽娜阿姨 卡特丽娜阿姨 今年53岁了 她把车子装饰得非常童趣 把自己打扮成故事书中 仙女保姆的模样 她这样做 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而是为了鼓励那些 和她过世的爱人一样 得了癌症的小朋友 为了纪念 阿姨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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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将这份爱延续下去 她除了每天免费 义务接送病患往返医院 还会用自身经历 鼓励病患跟家属 对于那些离开家乡 前往佛罗伦治病的人来说 卡特丽娜阿姨 也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从当我认为了纪念 阿姨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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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们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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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我们家 她是我们家 现在 安吉利卡的病况好转了 只是每年都还要进行 合资共振的身体检查 对于这一切 妈妈沐伊拉心存感激 阿姨说 这些孩子或许病了 但是他们还是应该 要快乐地活下去 车上的卡通人物 代表着多年来 阿姨所遇到的孩子们 满心的卡特丽娜阿姨 为生病的孩子带来了力量 也成为佛罗伦斯街头 一道美丽的风景 在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还有人愿意这样帮助自己 真的是会觉得很温暖 而且很窩心 对不对 对 那你们有没有发生过 你们自己做了一件 什么很贴心的事 然后或者是有受过 别人的照顾 你们有什么感觉的 我先说 好啊 来看看 像是这个就是我 就是几十年前 我阿公跟阿嬷就要买一大很大瓶的土地 去养一些就是没有家的流浪狗 养了很多只 然后就是过了几年后 现在就没有在经营 因为那些狗狗都已经老死了 我外公也有做过这样 几十年了 真的喔 那然后呢 你这边有好多格 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当同学受伤的时候 我会扶他去保健室 对 你也这么暖心 就是不管是第一年级也好 还是就是不认识的 我都会带过去 可是你带人家过去 或者是听到狗狗这样子的事情 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就就是如果听到狗狗就是没有家 就会觉得很很伤心 想要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家 或是帮助他们就是继续养老 继续成长 然后到过世为止 会有一种很想帮助的感觉 那你帮忙同学完之后 你做完了这件事 你有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就是做对事情 因为他如果擦好药以后就不会痛了 不然他每次就坐在那边地上 没有人都在帮他 然后我就第一次来扶他自己 没人帮他 所以你自己的感觉也是有点成就感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之前我跟哥哥 就是有一个老奶奶 他就是好像脚受伤就很老了 然后我跟哥哥就一人扶一边 扶他过去走马路 你们真的 我以为这是电视上才会发生的事 对 就感觉是在那种结论 那个时候老阿嬷就是好像要过去 可是又被什么东西绊倒 然后我跟哥哥扶他起来 然后就这样走陪他走过 我好爱心 你们真的是给你一颗爱心 好 那你们扶他过去玩了之后老奶奶要什么表示吗 老奶奶就跟我们道谢 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 就是如果以后 如果 你要说谢 你要说不客气 不是 我就说没关系 他一直跟我们道谢 说什么要不要跟我们什么 我们就说没关系 所以你自己那一天的感觉是 就是觉得很开心能帮助老奶奶 原来帮助人既可以有成就感又觉得开心 对 然后这个就是别人帮助我 就是之前我手受伤的时候 很多同学就会乐意帮我抄联络簿 因为我就没办法写字嘛 然后他就说来 我帮你抄 来 我帮你抄 然后大家都很乐意帮我抄 就觉得很开心很感动 付出总是会有回报的 果然人缘也是不错对不对 那别人帮助你的感觉是 别人帮助我就觉得很感恩 然后就是我病痛好之后 当他受伤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会主动去关心他 然后这样子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就变好朋友了 听起来真的很棒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人 是不是也有很棒的故事 这个是我的 其实我觉得让其他人感到很贴心很温暖 如果你要送礼物的话 你也不需要买那么贵 然后就花很多钱 然后买那么贵重的东西去送他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常写纸条给别人 就感谢了一些小纸条 然后像那个第一张是我收到别人的 我同学的奖状 然后我就很开心 但是他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虽然那上面没有学校的奖章 然后还有什么的 然后他就 但是我觉得他送我那个图 我就很喜欢 然后就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同学 没有了肯定 天啊 这是同学自己做给你的奖状 对啊 就你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没有 我也没有 我只有收到别人给我的生日卡片 或者祝福 对啊 这是偌大的荣耀啊 所以你通常如果对于一个很想要感谢的人 你就会写纸条给他哦 嗯 对啊 像这里 这个是因为 妈妈有一阵子身体有点不舒服 然后呢 我就跟她说也要加油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啊 我就是细节他们带我去参加舞蹈赢 然后这上面是别人写给我的小卡片 你写给别人 然后别人也就会 写给你 想要回写给你 对啊 对啊 这就是 然后下面那一张是 因为大家都上过小学吗 应该都知道英语小老师是什么 知道 是帮他们搬作业之类的 然后 那个学期结束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新年 然后老师就 祝我新年快乐 然后也顺便就是 谢谢我 就是做那么多付出 因为其实那一段时间 我们教室离那个英文教室还蛮远的 然后是办公室还蛮远的 然后我就搬全班的作业 然后这样跑来跑去 所以这是老师写给你的感谢小纸条 对啊 那你有没有一个盒子 就是专门装这些小纸条 一个袋子 你现在很满了 已经鼓鼓的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学起来 我也要学起来 以后看到有什么别人为我做的付出 我也要写一张纸条 谢谢他们 给他爱心 给你掌声 是 好棒 那接下来还有呢 然后这一个 这两张比较特别的是 下面这张是我画 我在参加朗读比赛 然后上面这张是 因为那个是我第一次参加朗读比赛 都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同学就是帮助我 因为他好像以前有参加过 类似的演讲比赛 然后他就帮助我说 这个代表快 这个代表慢 然后就让我去用这个符号去练习 就比较好知道我哪边要感情 所以除了帮助别人之外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时常受到别人的帮助 来看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这个是我的 那就是在班上就是 我就是很多同学就是功课 比如说订阵这些都不会 就是我最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就会去教同学的功课 像那个同学就是我 就是他有些题目不会 就是我会去教他 然后我就是很常会就是在 因为是在学校就是我 因为也没办法像是碰到顾马路 然后那什么的 所以我就是去 对 我就是去 就是去做就是教别人功课 或者是带别人去保健室什么 然后就是因为都是互相的 所以就是我受伤也会有人 帮我去保健室 然后也是有很多人来教我功课 那这样子互相帮忙的感觉 你会有觉得很开心吗 还是觉得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 我本来就是帮助别人就是 因为我就是有那个余力 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就也没有在想说 想要得到什么回报等等 但是就是既然还能得到回报 就是我教这个同学就有 就下一次他竟然会过来教我 我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 这样听了之后 我也整个人忍不住 会有点觉得 好像我也要去帮助一些人 可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话 自己你要自己先 当然是要自己先做好 比如说你自己功课都还没写完 就去教弟弟妹妹的功课 然后结果你早上自己的功课都没教 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好 那接下来 试堂你也有准备对不对 对 然后这是我同学的妈妈 就是因为交通车的终点站实在是离我们家太远了 所以我们同学的妈妈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两次载我和妹妹回家 而且她还在车上请我们吃一些点心 然后不送的话她也会有点说我会生气 对 我就觉得她真的是非常能帮助我 所以你接受到这样子的绑住 你后来有对她做什么道谢的行为吗 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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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才她们的招都很好 你可以写写纸条 然后或者是你直接就当面跟她说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真的不知道说几次 不知道说几次 那我觉得要更多一点 你可以试试看写纸条 她一定会留着 会很开心 对 我们还有送她一些我们自己到外面玩的时候 给她去玩的时候我们的名场我们会买 纪念品 对 放手 听完你们这样讲之后 真的就是一种很好的互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帮助别人 刚刚听你们讲就是会有成就感 然后也会感到觉得很开心 对 其实帮助别人也有点像存款 储蓄 也就是说如果你都没有帮助别人 有一天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好像也不会有人特别要来帮你 对 可是如果你一直很喜欢帮助别人 你好像不用说大家都会来帮你 刚刚听起来真的就是 完全表现在你们的身上 先给你们自己拍拍手 太棒了 接下来的WOW新闻是要告诉你怎么减压 你的压力大没地方发现吗 美国最近兴起了一项丢斧头运动 这项运动是从加拿大的伐木比赛演化而来的 玩过的人都说非常减压 一起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吧 加拿大的发木比赛是多年来历久明星的传统 近年来有人从发木得到灵感 发展出新形态的休闲活动 丢斧头大赛 从加拿大发迹的丢斧头运动 热潮已经延烧到美国 这家酒吧在看之下跟其他店没有什么差别 但不同之处在于 别人的店里是丢灰镖 这里丢的是斧头 你认为比赛的丢斧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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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这种好处的 丢斧头运动的感觉 你不觉得有老人在队 在队里坐着喝酒 然后你会跟 柯克兰的男人在 丢斧头运动 来强行的顾客 落意不绝 有些人只是来放松身心 也有人把它当成一门运动 认真锻炼 人们会觉得 我的天啊 啥啥啥啥啥 那是什么好想法 但实际上 你喝了几个酒 它开始缺乏你 然后你开始 放得更好 不管丢得好不好 这项运动 重要的就是很抒压 老板说 他的初衷不是为了鼓励暴力 而是希望透过合法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 宣泄负面情绪 这一定是很好的方法 在工作后 我认为很多职业 我认为有点兴趣 我喜欢找到这些特别的东西 也很棒 而丢的方式跟直飞镖很像 只要挤重把心就算得分 像这样 这会让你的肩膀不均匀 接下来你把肩膀放在前面 把肩膀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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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 我们丢出 果然是命中红星 老板说 这里的玩家 从18岁到70多岁 男男女女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这是很安全的 这个有点疯狂的运动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玩家 来共襄胜举 大家甚至还组队来比赛 争夺3500美金 折合台币约10万元的奖金 今晚是我们的冠冠 我们有8星期的游戏 这是最后一星期 所有的玩家 都在前面 都在前面 10万元的奖金 赢得全 每个赢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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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管丢得好不好 开心和安全最重要 玩家说 丢出斧头的那一瞬间 就像把烦恼都丢出去一样 感觉很畅快 也希望大家都能来试试 一起分享这种另类的喜悦 好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